最近中国女排正在宁波北伦集训,备战两场重要的大赛。 一个是即将进行的亚运会比赛,另外后续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大赛女排奥运资格赛。 首先参加亚运会我们的目标是争夺冠军。 另外一方面,奥运资格赛将决定中国女排能否拿到巴黎奥运的门票,所以这次比赛我们必须得确保拿到小组前二,才可以获得直通票。 对于中国女排来说,其实在9月份、10月份的备战任务是非常重要的。 就在最近中午12点根据媒体的报道,随着女排奥运资格赛的到来,中国女排接下来出战的阵容也逐渐浮出水面。 这次七仙女的阵容已经率先官宣,引起了很多球迷的关注,也揭开朱婷了是否出战女排奥运资格赛的重大悬念。 按照日程的安排,亚运会将首先到来,正常来说,中国女排应该首先公布亚运会的参赛名单。 不过从最新的消息来看,由于中国女排还在集训中,官方并没有公布接下来亚运会的名单到底会有哪些球员。 不过就在最近,女排奥运资格赛的七人名单却率先曝光了。 当然,这次名单的公布并不是中国女排安排的,而是由售票方公布的。 据媒体报道,就在最近某卖票平台发布了一张七仙女大海报,透露接下来女排奥运资格赛的具体日程以及门票的售卖情况。 在这张海报中,中国女排七仙女阵容和此前十联赛一模一样,这七个球员包括王云露,李盈盈,袁新月,王元怨,刁林宇,龚翔宇,王孟杰。 从这份名单可以看得出来,接下来中国女排出战奥运资格赛的主力名单,和此前十联赛争夺亚军的名单是一模一样的。 至于大家非常想见到的朱婷,这一次依旧没有出现。 如此一来,这次名单也基本上揭开了朱婷归队的悬念问题,她大概率不会出战亚运会以及奥运资格赛的比赛。 否则,如果售票方提前拿到一解回归的信息,他们肯定会把朱婷放在C位,毕竟她现在依旧是中国女排的一解,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巨星,影响力是非常大的。 这次朱婷既然没有出现在海报的C位,没有出现在照片上面,只能证明朱婷不会出战奥运资格赛的比赛。 如此一来,朱婷后续可能只会在明年巴黎奥运会到来之前,回归球队参加比赛了。 对于一直关注着朱婷的球迷来说,或许是比较大的遗憾。 当然,从目前公布的七仙女主力阵容来看,虽然没有朱婷是遗憾,但是这次教练组可以拥有健康的七个核心。 对于蔡冰来说,成绩基本稳了。 毕竟,按照此前参加式联赛的阵容和成绩来看,这七个核心主力完全可以帮助中国女排打败奥运资格赛小组的对手,拿到第一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。 我们完全有信心拿到直通门票。 对于球迷来说,不用太过于担心,另外一方面,再耐心等待一下,看一下明年朱婷是否要回归。